我们应该怎么样学习富人创造多个收入模式呢? 我将会在今天这期视频毫无保留的分享, 我们普通人可以怎么样复制富人的七种的收入模式。 富人有什么收入模式是我们没有的。 如果我们想要跨越到富人阶级, 应该怎样建立不同的收入模式? 这期视频也可以检视我们自己, 有没有成为富人的潜质。 但在开始前, 还是提醒一下, 我会在这个频道和大家分享, 如何提前十年实现财务自由, 更多财商教育和个人成长的内容, 让浩然每个星期陪你做一次思维认知上的升级。 第一种收入是, 劳动收入。 相信生活在大都市的我们都会有一份政治工作, 这一份收入是我们主要的收入, 而一般人也只有这一种收入, 而且市场上绝大多数的人都是在用时间换钱。 举个例子, 我是一位蛋糕师傅, 一个月收入3000块钱, 一个月工作22天, 每天工资就是140块钱。 无论一天能够烘培出多少蛋糕, 都是一样的工资, 如果你的收入是固定的, 我建议你, 可以把收入模式转换成用生产结果来换钱, 以蛋糕师傅为例子。 我可以怎么做呢? 我可以把我自己的蛋糕包装好, 学会拍好看的照片, 学会写吸引人的文章, 在淘宝和网站一些主页, 放上自己的蛋糕成品, 根据不同的蛋糕类型, 另一个价钱, 然后根据结果来收钱。 这是最典型, 转换收入模式的方式, 大多数人没有办法跳出工资收入的框枉, 是因为工作提供了一个相对舒适区, 让我们甘于现状, 在随着年龄的增长, 又有了车贷、房贷、家庭, 从而不敢改变收入模式, 而从长期角度来看, 你应该学会转换自己的收入模式, 从时间换钱, 转变成用结果换钱。 第二种收入是, 盈利收入, 字面意思就是通过销售产品赚取的收入, 无论是零售还是批发, 无论是摆地摊, 还是在网上开店, 在淘宝、京东、亚马逊销售等等都是这个意思, 这就需要一定的投资, 或者也可以通过小额资金来开始做生意, 但这会占用很多时间, 至少在初期阶段, 需要消耗大量的时间, 直到步入正轨为止。 大多数人在赚取劳动收入的同时, 会在某个时间点想要赚取这种收入, 但却会发现难以下手。 首先是因为万事开头难, 其次是缺乏冒险的勇气。 大多数情况下, 由于各种生活的限制和需求, 这种底气不足也是合情合理的。 我的建议是, 从你的专业领域下手, 不用回蛋糕师傅的例子。 如果想要在劳动收入之外, 建立多一份盈利收入, 我可以从我的行业, 蛋糕开始下手。 这时候, 我可以在京东或者淘宝开网店, 销售烘培相关的用具和食材。 因为我已经在这个领域有多年的经验, 所以我知道哪里有更便宜的货源, 哪一个产品更好用。 在设置好网店之后, 在原本销售蛋糕的专业, 引流去我的网店, 增加曝光率。 这是一个典型从点到现的扩展收入方式。 但对于大多数人来说, 劳动收入和盈利收入, 是赚取大笔收入的唯一可行方法。 但他们往往会忘记, 还有其他五种同样可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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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可以通过二手房东的方式来赚取租金收入 比如说我们可以租下一间房子 然后通过简单的布置和设计 把房子放到租房网页上 通过二手房东的方式来创造租金收入 第六种富豪最爱的收入就是资本收入 我举一个例子 资本收入就是低价买进一只股票 然后在高价时卖出所赚取的资本收益 或者说买进房产多年之后 随着通货膨胀的效应 在房子涨价后卖出得到的收入 也算是资本收入 现在因为疫情的关系 很多地方的房子因为卖不出 房子价格会下降 受影响的产业股票也会降价 如果我们手里积累了一些资金 也可以在低位时期 卖入一些股票或者资产 等到经济复苏的同时 在卖掉套里 这里可以给大家一个提醒 是关于税务的 很多国家对于股票增值 是没有收取税收的 但是房地产的增值税 是收取很高的盈利税的 所以这也是我们在布局资金的时候 需要考量的部分 第七种收入 是版权收入 比如说你写了一本书 这个是可以持续带来收入的 现在一些知名的企业家都会出自己的自转 这也是版权收入的一种方式 那我们可以怎样创造自己的版权收入呢 或者以刚才蛋糕师傅的例子 他把自己制作蛋糕的过程录制起来 变成蛋糕教学 然后经过剪辑 上传到自媒体平台 经过时间的积累 演算法的推广 以后只要有人点进来影片学习做蛋糕 就可以获得广告收入 就算在睡觉 旅游 都有广告收入 这也是我们普通人可以建立版权收入的一种方式 而当你积累了一些粉丝 就可以在影片下方放上订购蛋糕的链接 这可以直接带动你的劳动收入 如果你的观众想要学习做蛋糕 可以点进你的网店 购买你推荐和贩卖的工具和食材 提升你的盈利收入 形成一个正向的飞轮效应 以上这七种收入来源 就是百万富翁都在建立的管道 大多数百万富翁 不一定拥有上述所有的七种收入来源 但至少都会拥有两种以上的来源 如果你跟我一样 也是一个想要通过后天努力改变命运的人 祝福你也可以通过今天的节目内容 来审视自己 调整自己的收入模式 生活和未来是我们自己的 我们需要主动出击 去学习创造更多的收入来源 以上就是浩然今天的全部内容 如果你对今天内容有什么疑问 或者想要跟我们讨论的内容 可以放在下方留言去告诉我们 我们每一则留言都有用心在看 希望你在迈向更好生活方式的路上 有我们一路相伴 你也可以把今天节目转发给身边最好的三个伙伴 一起督促进步 如果你想在下一次看到类似的知识性节目 可以订阅浩然频道和按小铃铛 浩然每个星期陪你做一次思维认知的升级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